《皇后饭店》 《皇后饭店》 以前爷爷会常常跟我说 《皇后饭店》 整天都说这句话 小时候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重复说这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 为什么他这么想 因为他真的落上很多苦工 就算你没有来过皇后饭店 当你看过阿菲正传 你就知道皇后饭店是怎样的 好 爷爷的性格是非常节省的 餐厅在离离山道的时候 每次移动就装修 所有东西都会留在这里 例如窗帘布、门、膠纸座 刚刚王家慧觉得餐厅环境 是很六十年代的香港 就为了拍阿菲正传 想在那里取景 爷爷当时的反应就是 搞错你阻止我做生意 后来我爹地就说 家慧这么出名 也不让他拍摄 拍摄了之后更加多人知道 这家老的旧香港西餐厅 当时我爷爷在上海学习 学俄罗斯菜 因为打仗他就走难 下来香港开第一间餐厅 他有想过叫皇帝餐厅 其实那伙伴就说 皇帝那么串 不要认第一不如认第二 当年1952年 遇到英类皇登基 好了那就叫皇后 开业至今六十八年 当时香港的西餐 很多都是上流社会 和英国人监视多些 慢慢多了很多 港式做法的 豉油西餐 给香港人一些本地去监视 这叫豉油西餐 就是会找一些本地的材料 成本会低些 牛扒用豉油 又有几汁去盐 譬如罗宋汤 会用茄膏 我们当初都是这样的 九十年代都越来越多 港式在西餐 我们都开始慢慢去改革 我们的食物质素 就是现在的做法 一定不会下豉油的热 因为香港人都开始 对饮食要求越来越高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快餐店 快餐店的形式 可能是做好 放在焗炉上 再放热 就算材料位 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的原则 不会说将货就价 如果是为了价钱 去找一些便宜一点的酱 是真的效果是不同的 虽然你们说 在皇后饭店里面 其他餐厅都可以找到 但是一定是吃不到 在我们餐厅那种味 好像焗炉扒饭 为了保持它的饭的品质 所以坚持要在逐角炒 茄汁 用很多番茄 材料都比较多 新鲜是很重要的 小时候去爺爺家吃饭 爺爺会带两罐罗素汤 一种咖喱 所以对这个味道都很深刻 小时候每个星期都会去爺爺家吃饭 他会在店铺拿很多东西 有罗素汤 串烧牛柳 又有咖喱 又有我的牛肉丝 因为那时候也不太知道爺爺做什么 会经常想 为何会经常拿这些饭 现在回想起 就记得爺爺那时候很努力 在厨房做罗素汤 好像现在喝的罗素汤 会记起以前的味道 我还记得我爸爸在店铺 第一样东西就是 立刻要试试罗素汤 有没有甜度有没有酸度 那个味有没有变 你一定要觉得是好喝 才可以拿出来 因为这个汤是你第一样东西 拿给客人 那个印象很重要 罗素汤是皇后饭店的主角 最重要的汤底 就一定是用起码30斤斤牛骨来咬 再加牛腊条 咬很多个钟 然后再翻煲 才可以做出一个浓味 例如今天做的汤 是不好喝的 是要到第二天才好喝的 马也不可以少 有红萝卜 红菜头 番茄 洋葱 西芹 咖喱 所有东西炒在一起 都要用很长时间 外面的其他餐厅 不会这么讲究去做 又会很淡 变成普通菜汤 但我们不行 因为罗素汤是招牌菜 客人真的会吃得出的 家里的教导都是对得住自己 对得住别人 我爷爷当时 我常常都教我们 做事不可以贪心 不可以骗人 记住不要不勞而获 无论员工犯错 他都会给他机会 他会说 动点就炒 所以如果有年轻 十多岁做到六十多七十岁都有 是我家里的一份子 九十年代左右 我爷爷身体不舒服 就打算不做了 靠近的时候 很多熟客都觉得很可惜 还有很多老伙计都不舍得 我爸爸和我妈妈都觉得 好像很浪费 原来这么多人喜欢皇后 然后在禧神堂重开 张国荣就喜欢咖啡 就跟我爹地聊起 就说不如一起开一间咖啡店 最后就跟他开了贵里钟情 菜单其实都很像皇后 因为那些厨师都用皇后厨师 有些炒粉面 有些茄汁牛腊 意粉 那些 开了五六年时间 我回来之后 帮家手做事应 甚至进去厨房 倒倒倒也做 我觉得每个成员都有责任 去经营一间餐厅 在2003年的时候 爸爸还病 交给爸爸去打理 那时候其实都没有想过去帮忙 直到有一刻 我记得爸爸还坚持 每天都留在店铺 拿着拐杖 他不想让员工见到他不舒服 坐在店铺也坐得很远 在那里面看 那时候就决定回去帮忙 经营餐厅在香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已经不同了 爺爺的年代 和爸爸的年代 现在租责 成本很高 但我们卖的价钱 又不可以跳回这么高 生存的空间很小 现在新一代 追求新的事物 他们可能会淡忘了 香港旧的牌子 也有考虑过 这么辛苦做来做什么 但觉得很难得 爺爺留下一个香港的品牌 香港西餐差不多是绝种了 来到皇后 都是喜欢我们传统的味道 老字号的话 你更加要做得小心 是因为你背着几代的招牌 我不想因为真的去到我们这一代 而去被人说 原来去到他们那一代 那些东西是不好吃的了 我觉得皇后有她的特色 如果不做就很可惜 我又不敢说是责任 希望皇后可以继续在香港生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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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读者你好 好 我们有事请你们帮我 因为苹果日报的经营实在困难 请你们多多支持 请来到小嘉宾 我们就请到小嘉宾 帮助收事页 有关 是 有关 的 大家 没事